如宙區長安街發展較早 老舊社區多且人車密集 導致停車工需失衡 新北市議員李翁月兒早在兩年前 就建議市府把老舊的長安機械停車廠 改建成一座八層樓高的立體停車廠 為了讓民眾了解執行進度 李翁月兒特別邀請城鄉局和交通局人員 到如宙中醫廟舉辦說明會 長安機械停車廠其實二十幾年前 他是機械式的 最近車常卡住 所以兩年前我和李翁和交通局 就已經來會看了 城鄉局要地面變更 今天我特別邀請交通局要來做說明 因為機械式的停車廠148位 那麼兩年前我要求他做平面的 可以385位停車位 由於長安公有停車廠的地幕為廣場用地 因此只能蓋地下機械停車廠 但因為機械老化頻頻故障 再加上有高度限制 讓休旅車無法進入 里長們都認為已不敷現況使用 現在很多家庭都是使用休旅車 那他還有限高的問題 所以這個停車廠改建 是對我們當地是很好很棒的 我們這邊的停車位真的很不足 希望就是我們的意作幫我們爭取 可以在這個最短的時間 把這個立體停車廠把它蓋起來 城鄉局指出地幕變更需經過 只要地幕變更通過 就能著手進行改建 記者倫宏採訪報導 等下機械